欢迎您回到新闻现场 台湾政府为了拼经济 推动台商回台投资方案 传出将由国发基金 编列300亿预算 提供台商低利贷款 不过行政院长陈冲 在今天否认了这个说法 他说目前这个计划 停留在讨论阶段 并没有定案 政府积极吸引台商回流 提高台商回台投资意愿 行政院将推动台商回台投资方案 其中传出从国发基金 编列300亿预算 供台商低利贷款 不过院长陈冲说 只是内部讨论并没有定案 在国发基金里面 你要求编列300亿 给台商做低利贷款 有没有这个事情 目前只是在讨论的阶段 那你为什么要宣布 没有确定案子 为什么要宣布 我跟他人讲 我也很不高兴 因为昨天开会的时候 我们请今天回来简报 我也特别讲说 今天简报我们对外都不谈 甚至交代发言人说 这个对外不发言 谁泄露的 你要不要查一下谁泄露的 这个有必要了解 要不要查 内部会议讯息意外流出 陈冲有些不悦 另外当天焦点 还有政府102年度 施政总预算 因为批评 补助中小企业的预算缩减 对于根流台湾的企业 实在不公平 这个是让中小企业无感 这是让中小企业觉得政府 总是面对台商回流 采取特别的待遇 让他们特别好 而根流台湾的就糟糕 就好像留在家里 娶老婆的孩子 他好像就活该 他是应该的 这个不符合公平正义 中小企业面临全球竞争压力 目前政府推动强化竞争力宣导活动 不过中小企业似乎还是无感 政府做的目前我觉得有限 应该空间加油的地方还蛮大的 政府应该是鼓励更多的中小企业 能够贷款给他们吧 政府刺激经济 从多方着手 至于有限的资源要如何分配 得等财经内阁好好规划 新唐人演的电视 曾一豪留自营 台湾特别报导